数捷尚挥 在吉祥对上King Kong的同时 也不断发动着嘴炮攻击 怎么 听到萌没人了吗 要找个非洲大猩猩做外援 吃食吧 King Kong举刀下批的同时 让吉祥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东方人与西方人体力有别 加上King Kong的力气非比寻常 吉祥跟他硬碰硬 触头的可是自己啊 突然King Kong大脚一踏 正好踏在吉祥腹部 直接把吉祥踢的刀飞出了几米 吉祥哥怎么样啊 小弟关心的上前 挺得住 举帮其他兄弟我没事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心道 郑重气门倒霉啊 通常力量型的人 动作都不太灵活 就这么招了 独眼龙 我吃定你了 你吃香蕉吧死沸沸 等我砍你九段 再看看你能不能串起来 King Kong举刀再砍 吉祥灵活避过 接着横刀扯拉 可King Kong一个侧身就夺过了 吉祥自知力量不及对方 便来个速度至上 因为自己知道 若被King Kong取得反扑机会 难有胜算 所以趁对方一切业 司机便以密集的刀势狂攻 能成为雷公子的打手 King Kong必有其过人之处 除了拥有极致爆炸力 还练就出如钢铁般的骨骼肌肉 曾把细腰一击毙命的铁拳 如今重重地落在吉祥头上 超过500磅的拳裂 犹如一颗小型炸弹 四把吉祥的脑袋轰击得四分五裂 吐出一大口鲜血 剧痛触动了吉祥的神经 激发他砍在King Kong上的一刀 发尽狂力拖下 大街上烽火连天 身处楼内的黑皮仔心急如焚 很想立刻的走上战场 却又身负保护蓝男的重任 非留守在这里不可 大门外 突然传出阵阵开门的声音 黑皮仔立刻让大嫂回窝 发生什么事也不要出来 曾经打败龙城三大盟将的 超级高手行风 竟出现在驾驶堂的地头 这里照理应该没有 他要对付的目标吧 你想怎么样 找人 请让开 这里除了黑皮仔就是蓝男 不难想象 他就是奉雷公子之命 捉拿龙城第一夫人 黑皮仔一脚踢篮 行风轻轻接住 小弟弟 你挡不住我的 黑皮仔右腿被制住的同时 左脚一蹬 整个人腾空而起 转动腰身 顺势踢出一记 进度失足的把腿 行风也被踢得撞到了电视上 黑皮仔趁势飞踢 为保护蓝男 黑皮仔再出便是杀手锦 推进破空插入 强如行风也是避无可避 全属手下 心道低谷黑皮仔的同时 行风沉桥标马 一拳轰到黑皮仔胸口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招 实则筑满内劲 力举一跌 无键不破 身中此圈的黑皮仔 犹如被近距离子弹击中 剧痛男人 直接倒飞出去 而吉祥那边也是危机四伏 小弟的倒戈背叛 直接让他后背中刀 画面来到澳门普京酒店这边 陈洛军终于见到了贺先生 这么多子女众 我最疼的就是心意 因为他心地好 够孝顺 所以我宝贝女儿 只要开口 我都会答应 他和我说 有个香港仔希望可以亲身拜会我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不想让女儿失望 不过 我最恨就是有人利用我对女儿的爱来说事 小子 今天见你纯粹是因为我女儿 你不要有任何希望我会帮你 说话的这人是位六旬的老者 神色俨然 目光如炬 构深莫测 轮廓分明的犹如神明雕像 唯一不可犯 拥有这张霸王之相的 正是反手为云 副手为云 称霸奥门独业 东方拉斯维加斯的主人 潜意毒王贺心 贺先生 利用心仪是我不对 我真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 我有两个好兄弟被雷公子挟持 关于你的事 与我无关 我不想知也不想理 更不会出手做任何事 无论陈洛军怎么说 贺心就是摇住了 不管我事 无功不受弱 我不会白欠贺先生人情 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 我陈洛军答应你 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 讲钱 讲人脉 讲势力 澳门无人能抵我贺心 连上面也要看我作戏 你个小猫子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这话 贺心显然是很不满意陈洛军的回答 凭我知道 贺先生一直有一个未能达成的心愿 如果贺先生肯帮忙打个电话 不用人头保证 听完这句 贺心心头一震 到底阿洛对贺心说了什么话 让这种大佬震撼当场 突然 电话响起 不知何故 雷公子心蝶将伤出一份紧张的感觉 我是贺心 帮我一个忙 放人 来电者赫然是贺心 任雷公子如何张狂霸道 这一刻也不敢妄然冲撞 雷公子虽然横行澳门黑道 但权势始终不及贺心 对方竟连侧等大佬也请得动 实在难受其风 怒气的雷公子 除了在心里不断报错 实在一筹莫展 不过 疯子自有疯子的想法 要一个颠牢就范 也非一件容易的事 不好意思 帮不到你 对不起 说吧 雷公子愤怒的把手机摔了 想保他们 我就让他们两个活不过今晚 贺心亲自出马也无共而返 信仪与AV的性命 已经危在旦夕了 在信仪昏迷的时候 伤口已被爆炸 本来雷公子并不想他死得那么快 但贺心的出马让他抓狂 立刻派人结果了两人 喂 大块头 不想死的话 拿起那个铁锤 打爆他的头 搞定之后 雷公子答应放你一条生路 变态的雷公子 不但要给信仪一个痛苦的司法 还要把过程拍下来 日后送给陈洛军 要他后悔着上贺心 AV默默拿起铁锤 如果这个铁锤在你手上 我知道你都不会这么做 我可以忍受痛楚 但我不可以忍受有仇不报 旁边的小弟拿起摄像机 记录眼前的一切 说什么一切 靠 他生死关头 还不是有你没我 AV的铁锤疯狂砸下 目标却不是信仪的头 而是AV自己的手掌 一连砸了石树下 直至把骨骼砸碎 皮肉扭曲 砸完 把铁锤交给信仪 信仪拿起铁锤 慢慢走向拿摄像机的小弟 你们全部都要死 全部都要 碰碰碰 以连串的响声贯彻整个场地 连关押的铁门都被砸变形 接着 大量的血水从铁门渗出 被锁在牢狱的巨龙 终于破栏而出 他们的呼吸 像石牵暴龙般沉重 目光似森林野兽般凶猛 怒火 更如一座沉睡已久的火火山 即将来个蔑视大爆发 终于破栏而出